大家好 我是Man Cup Auto的Angelo 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不過我不是和大家來試車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說 Zagga Landmova整車很貴 特別是關於車身的場地跟換 或者朋友 今天我們有機會來現場 看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何會收這麼貴 稍後我要參加廠方舉辦的噴油比賽 我們稍後會噴的油是水溶性噴漆 廠方會放在恆溫櫃裏面 大家會看到保持22.3度 為何有甚麼必要 這個PPG水溶油 如果溫度低於5度會結冰 高於40度會起泡 到時噴出來的效果是不行的 而這種油的好處 你不需要像過往的油 要拿出來怎樣攪拌 輕輕搖一搖噴出來便可以很均勻 鋁合金車身的金屬接合 不是我們用一般傳統的燒焊 你會看到我們的過程 剛才我還要把鋁合金片 表面的髒東西或是樣子磨乾淨 然後用它們闖乾特製的膠水 現在塗進去 我跟著那個工序便會過到 用它們類似的鍋釘的東西 幫它們黏在一起 現在怎樣把它連接一起呢 就是要靠我們面前這一部的儀器 首先我們要拿一顆鍋釘 然後就要裝進去這裏 將它們吻合 然後就要固定它的位置 然後就要固定它的位置 當兩件車身組件固定了位置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部機 處理將口鍋釘打進去 大家看到它已經穿透了 剛才師傅跟我說了 膠水需要8個小時才會乾 我現在會試全力抹開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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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我手上眼前的兩塊金屬 是同尺寸 厚度是一模一樣的 左手邊這一塊是鐵 右手邊這一塊是鋁合金 當然我的感覺就是右手邊很輕 好了 現在我想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就是它的硬度 我先用鐵的來抹開它 好了 我用了全力去把它夾緊 這塊就是一般鐵在咬弯了情況 呈現出來的形態 我現在用鋁合金來試 是真的硬很多的 你會感覺到它的回彈力 我給之前這麼快鐵的力 我用多了三四次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仍然有個彈力在這裡 它也是有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分別了 鋁合金 另外剛才提到我的特質 就是輕和堅硬 我眼前大家看到這一塊 是一個陣序 就是用來撞擊的地方 如果它是一塊鋼造 或者以前的鐵造 我根本不可能這樣玩來玩去 大家可以來個封印看看 厚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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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到你不相信 大家看到眼前這一台機器 是一座很大座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 師傅剛才跟我說 它是一把電子尺 它就叫做Car-O-Liner 那怎麼用的呢 太複雜我就不跟大家說了 其實假設一輛車撞了 有一點點變形 當車子擺在上面之後 可以透過三把尺 一把就量車長、闊 和車身高度 待會師傅就會裝上去 示範一次給我們看 我們就會看到 怎樣可以調整位置 跟著才像剛才我們之前 這樣做的那個接合 將這個PASS塗好膠水之後 量好位 正確 然後用它的鋼釘 逐粒、逐粒、逐粒打上 就是剛才我用那個打鍋釘機 就是逐粒、逐粒地夾出來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現在的Jagger Land Rover 根本可以說是黏出來的